東北季風來了 整個河蟲的沙都把他捲起來 帶到整個新城新年社區 行進花蓮泰魯閣橋 朦朧的視線 模糊了回家的路 受到東北季風影響 再加上颱風小犬的注視 花蓮路溪口的河沙被強勁的狂風吹起 揚起了大量的沙塵 不只影響用路人的安全 連帶影響到鄰近的社區 早上比較大 羊群比較大 蠻嚴重的 低烏溪那裡 那個風吹上來 都會那個飄到那裡 還有那個水晶在那裡 然後最近大概都沒有下到雨 然後目前打開風來的時候也沒有下到雨 所以風向風速比較大的時候 然後風向剛好配合的時候 那些細沙就會捲起來 面對滾滾的沙塵 公所也派出灑水車 希望降低社區內的陽城 但也只能等到有降雨才能緩解陽城 而花蓮接向站也透露接下來的降雨趨勢 山區大概800到1100 然後平地大概是到800吧 目前看起來在灼溪這個雨可能會是在花蓮市 這一次最多的雨量一個情形 另外為了維護遊客安全並進行防台作業 泰管處針對太魯閣國家公園內的惠德步道 從德 小追路 沙卡當 長春寺步道 3號下午是啟動了預警性封閉管制 不過目前仍有53人來不及下山 滯留在園區內 將於鄰近山屋避難 泰管處也將持續保持聯絡 待風雨較小時協助撤離 原資新聞 感到麻藥 布蘭路揚柔 華蓮修林採訪報導